今年的国庆纪念品有四样 我将依序为大家来介绍 那首先第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国庆贵宾帽 那今年的帽子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帽玄 它旁边有今年国庆主事决的延伸 那在旁边有做一个这样的设计 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其实它就是户外活动大家会使用的这个帽子的款式 那它其实具备的实用性包含了 它的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加 可以有效组绝98%的阳光 并且它是有防泼水涂层的 那第二样我们来介绍国庆纯菜杯 那可以看到这个杯子上面有今年国庆的logo 那今年的纯菜杯呢 它是由台湾的厂商来制作 它是以纯菜制作制备了轻量化以及强度高的特性 那可以看到投诉长帮我们把这杯子打开 看一下内装 它的容量是300ml的容量 那其实稍后大家可以来拿拿看 它是轻量的 它整个杯子不到200克 第三样纪念小物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国庆徽章的部分 国庆徽章其实我和曹处长今天都有佩戴在身上 那这个国庆徽章其实就是今年国庆logo的缩小版 那它其实是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之外呢 也有包含了海水蓝 气台红 还有这个砖墙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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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